你们知道王林第一个自创神通残业 有多牛吗 比他高上一个境界的静孽修士 竟然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只有被秒杀的份 书阶上回 当王林得析了关于古神之奴的秘密后 他并未急于离开这座绝风 反而盯着远处的日出 陷入到了一种奇异的境界当中 此刻他仿佛把一切琐事全都抛去 剩下的唯有那日出日落 在脑中交错 一千多年的修道 让王林的灵觉极为强大 他知道这种境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机缘 若是能够把握住这次机缘 将会带给自己莫大的好处 其实王林现在的这种状态 便是修真界极道史三大境界中的史境边缘 史境不如极境霸道 又不如道境神秘 但史境的悬傲却要排在第一 没有人知道这史境是如何而来 又是如何迷雾的 更为奇异的是 凡是进入史境的修士 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是如何进入的 此刻沉浸在奇异状态当中的王林 却始终无法彻底融入其中 仿佛眼前总会出现那么一丝脉络 每当王林想要抓住时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但王林并不着急 既然无法抓住这丝脉络 他索性便在此闭关 直居在一次又一次的日出日落中 等待可以抓住那丝脉络的刹那 数个时辰之后 灵儿逐渐苏醒了过来 在他的脑中好似有一处封印被打开 他看向王林恭敬地说道 神奴木林参见古神 王林点了点头 淡然地回应道 你回去吧 莫要再来打扰 灵儿低头轻声称逝 但在双目深处却露出一丝悲伤 而后便转身离去了 至于王林自始至终 都没有再看灵儿一眼 只是专注地望着天际尽头 伴随着日出日落 很快便过去了两个月 王林的双眼中已经布满了血丝 但他能够察觉到那一丝脉络 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直到一场暴雨过后 王林看到了雨幕中的出阳 他知道这便是最为关键的一瞬间 在那出阳升起之后 有一股无法想象的力量冲出 将天地间的黑夜彻底撕裂 这股力量之强 足以逆转乾坤 撼动天道 让整片天地被明亮所代替 此刻王林双目爆出金光 眼前所看全部定格在了那日出的瞬间 他心神疯狂的凝聚 整个人仿佛都要与那出阳融为一体 远处的伏风子看到王林这一奇异的状态后 他暗自思索道 眼下对我来说或许是一个摆脱控制的机会 只要杀了王林就能重获自由 而后伏风子身形一晃 向着正在处于使劲状态的王林冲杀过去 可当伏风子来到距离王林实力的范围之内时 他眼中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震撼 只见那出阳散发出了恐怖如斯的力量 让伏风子全身乃至原神 受到了一种被撕裂的剧痛 伏风子立刻运转体内的原力进行对抗 可原力就如同被出阳破晓的黑夜一样 瞬间全部瓦解 伴随着出阳的升空 王林的身影逐渐显现出来 刺目的惊光让伏风子感到了死亡的恐惧 因为那根本不是出阳 分明就是王林自身所绽放出的光芒 伏风子不甘心地怒吼一声 他忍着剧痛想要打开储物袋进行反抗 可其手臂却轰然暴碎 化为了一片血污 至于王林则是始终坐在绝风之顶 没有半点摸动 而后他看向伏风子大喝到一声残液 当残液这两字从王林口中传出的刹那 一股撕碎黑夜的力量化作无尽阳光 向着四周疯狂地横扫而去 伏风子被震得直接跪倒在地上 身上更是出现了数个骇人的血窟窿 远处正在观战的陈道 三子无比震惊地说道 这就是王前辈感悟了两个多月的神通吗 实在是太可怕了 若是施展在我们身上 下场必会形神俱灭 显然王前辈没有动杀心 否则伏风子也是在劫难逃 此刻王林在心中自语道 刚才的境界真是太过奇异 竟让我在其中迷雾了日出四岁天地的残业之力 这个神通也算是我王林此生自创的第一个神通之术了 只不过我的实际修为只有窥灭中期 比起静灭更是相差甚远 但为何能够凭借这残业之力 轻而易举地将浮风子置于死地呢 就在王林思索的过程中 浮风子忍着剧痛来到王林身边 恭敬地说道 浮风子定会铭记王道友的饶命之恩 此事是我鲁莽 存有一丝侥幸的幸运 这场战斗也让我看清了一切 绝不会再有第二次 其实浮风子第一次败在王林手中 虽说成为了王林的奴仆 但内心却一直存有反应 想要等到进入妖灵之地后发难 可如今见识到了残业之力 以及知晓这是王林的自创神通后 他被彻底震慑住了 没有了一丝反抗王林的想法 王林对此也并未追究 只是点了点头将此事结果 毕竟后续进入妖灵之地 浮风子还能派上大用场